这位阿伯更夸张 睡到忘我了 口罩还拉一半在外面 图书馆内老先生嘴巴张开开的 翘脚抱膝盖 睡得好熟还有更扯的 他还睡到把眼睛蒙起来 而且还光着脚 没穿鞋子 桌上摆满家当 男子睡到连鞋都脱了 把图书馆当自家客厅 还有人大啦啦趴着睡 右手垂放一边 或是把脚抬高 躺在沙发上大睡 天气热 有免费冷气吹的地方 竟成为最夯热点 阿伯自背太阳眼镜 遮挡卖场内的灯光 营造夜晚入睡氛围 一旁有阿公阿嬷 带孙子孙女 躺在卖场按摩椅上 休息片刻 吹冷气感觉的呢 很舒服啊 也有人边翘脚吹冷气 看起来超享受 来到家具夹食卖场 这对夫妻先生睡得好熟 展示用的沙发 秒遍休息区 至于云林县府大厅 也有女子趴在桌上 睡到忘我 可以提供你休息的地方 但是不代表你就是可以 很随心的 把它当自己家里 不要这样大啦啦的 好像是自己家一样 这样会 给别人的观感会不好 气温飙升 吹免费冷气乱象 在各地上演 躺着睡 坐着睡 各种惊人睡姿 映入眼帘 但毕竟友爱观瞻 民众想省电费 也得顾及他人感受 记者彭志明 韩志新 王百英 苗栗台中云林 采访报道